正義也許會遲到 但永遠不會缺席 大家好 我是好Z 過去我們講過 新莊富商私票案 為了錢 綁匪幾乎是無所不用其極 雖然台灣治安在國際上口碑不錯 假使你是個有錢人家 你會不會請保鏢呢 那你的家人呢 畢竟總是有不肖之徒 想借有綁票大撈一筆 或許就是你最親近 信任的那個人 接著就跟著老Z 回到案發那一天 身價百億富商 離奇在機場人間蒸發 保鏢司機一遭盧走 綁匪開價五千萬 家屬會前不見肉票 卻慘死台南山區 警方引車追人 歹徒早已潛逃泰國 是誰基於他的財富 來看這起電玩大亨撕票案 時間回到2014年8月24日 這時是農曆七月最後一天 貴門關 台中警方遠赴台南灣潭偏僻山區 在傍晚找到了一具腐屍 他被用一個迷彩行軍袋的包裹 氣勢在產業道路的草叢中 疑似遭到了仇殺 全身上下有幾十處的刀傷 死狀相當淒慘 隔天清晨登向各大新聞媒體駝板 因為他身份來頭可不小 是身價百億的前電玩大亨 警方跟見識人員進進出出 台南偏僻山區發現一具男性遺體 身上穿有衣物 腫脹難以辨識 家官匯同法醫生也肯驗確認 是台中一名施行負傷的遺體 這不太大 這個單跟著刮 不濕了它不太大 撞不出來我死亡多久了 初步撞不出來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不知道 不知道什麼味道 不知道 軍迷透露其實好幾天前就聞到味道 但附近野生動物也很多 加上連日大雨後雜草橫生 否則應該更早發現 在台南被棄屍遺事負傷施加金的遺體 在殯儀館有法醫驗屍 初步證實 死者的背部有20多處穿刺刀傷 雙手也被反綁 腳上還有腳僚 可能在死前還遭到領虐 他的身上有多處的穿刺傷 包括頭部 頭部的部分不算穿刺傷 但是頸部跟背部 就是背腰部還有腿部 都有一些刀的穿刺傷 還有帶他的兒子 他兒子初步就他的衣軸 還有他的皮帶還有他的手錶 初步確認是他的父親沒有錯 但是這一部分還要等到我們DNA 做最後來確認 遭殺害的富商叫施加金 證券來說是被撕票 因為台中的專案小組跑到台南 就是因為7天前施加金就遭到綁票 地點在桃園國際機場 早上6點半他從美國抵達台灣後 卻連同司機人間蒸發 家屬一直等到9點多 接到了勒鼠電話 是施加金本人打來的 給他的電話自稱說他被綁票 對方要求要贖金新台幣5000萬年 後續又接到電話來說 要求先匯款3000萬 否則就見不到明天的太陽 警方調查台中市57歲的 失信婦商商周一回國就被掳走 家屬也立刻接到 要求5000萬元的勒鼠電話 逃向環境後達成3000萬元協議 立刻匯款 不過肉票卻再也沒有回來 被害家屬在上午11點鐘 將3000萬分成三筆 匯款到主賢指定的賬戶 11點半家屬決定報警 家屬原本以為先匯錢 只要人回來一切都好辦 沒想到歹徒言而無信不再聯絡 警方獲報成立0818專案小組 卻已經距離綁票5個小時過去 警方跟時間賽跑 現在人在哪裡 又到底是誰要綁架他 橫跨兩岸龐大網路千賭集團 涉嫌經營跨國賭博電玩 涉網頁工人投注遭到警方破禍 私信大亨就是主賢之一 原本在台北從事成一夜 後來一次因為生意失敗 到了台中 認識當時的電玩大亨余國柱 雙方共同投資賭博電玩 大賺了一筆 由生意頭腦的私信富商 後來自己獨立經營賭博電玩 更把觸角延伸到了對岸 讓他裁員滾滾 三角窗的黃金店面 預估限值高達5億元 而屋主就是私信被害人 但51的身價房產還不止這裡 手動握遊的大樓也包含了這一棟 這一棟他也住在裡面 而且推估這部的房價 大樓至少就破億 物有多棟房產 完成在中部 還有3萬坪的建地 實行被害人 還是千萬跑車 車堆利員 早年經營成員工廠起家 實行被害人 後來靠著賭博電玩致富 9年前遭到警方破禍賭博網站 重心轉進中國 經營的還是賭博 他賺進大筆的財富 回台投資房地產 這幾年我知道的 他是都是在從事這個公益 跟房地產 比較單純一點 施加金會這麼低調 是因為好友余國柱 曾被槍擊要犯張行銘 綁架勒俗40億 4年前他來自己公司附近 也差點遭人盧走 直到錢多會有人眼紅 工人的司機兼保鏢 出入打扮也是短褲T恤 完全看不出是個大老闆 並積極將形象漂白 還是個跆拳道高手 我會盡量接受到 我們副黨的 我們副主委 來幫我 團署這個重大執念 意氣風發 這是今年2月 失信被害人接下 跆拳道主委職務 誰都沒想到在半年後 失信被害人被綁架 而且慘造私票 他能夠跟你講的 他就是在經營土地開發 然後跟你聊天 他最開心跟你聊的東西 就是有關跆拳的事情 好友更表示 被害者除了為人和善 更是個跆拳道高手 常自豪可以獨自對付 三四條大漢 但在毫無防範下 被人綁架 讓不少朋友和熟識的人 都覺得相當惋惜 也希望警方能夠 早日抓到兇嫌 替死者申冤 早年他曾被稱作 中部最大主頭 時價金撈片門起家 但今年已經成了 狼狼狼狼的獅董 還有哪方歹徒 會基於他的錢財呢 詭異的是 以他的百億身家 如此有計劃性的綁票 卻只要三千萬元 似乎不太合常理 警方追查勒出電話 跟匯款的指定帳戶 居然都是司機 謝元姓本人的 通常歹徒都是用人頭帳戶 跟王八姬 才能夠設下斷點 爭取逃亡時間 不過謝元姓 有可能是被控制行動 警方不宜由他 繼續調查發現 同樣住在 詩家上億豪宅的謝元姓 他的電腦主機不翼而飛 接著下午 警方接獲台南玉香銀行 聯行分行的通報 有人林貴想領這筆贖款 畫面已掉 綁匪居然就是 司機謝元姓 心狠手辣的是他 被害人的司機兼保鏢謝姓男子 綁架自己的老闆動手 殺害棄師 犯案後不到12個小時 就依照計劃 持假護照搭乘班機 逃往泰國 電玩大亨綁架案 就發生在8月18號這天 凌晨6點40分 時姓被害人搭乘班機 回到台灣 由謝姓主賢一個人到機場接駁 被害人不宜有他直接上車 接著7點10分 謝姓主賢以上廁所的名義 把休旅車開到國道湖口服務區 好讓共犯會合 當時嫌犯用電擊棒把被害人電婚 立刻使用手銬腳樓控制行動 直到上午8點半 嫌犯和肉票來到台中 黑色休旅車被開到了台中市的 這家汽車旅館 隨即被謝姓主賢換成了雙B座車 謝姓主賢換車之後 把肉票一路帶往南部 另外兩名共犯 則搭車北上前往新竹 處理其他的作案車輛 謝姓主賢把車開到彰化 隨即離開國道匝道 之後要求被害人的9點30分到9點50分之間 打三通電話回家求救 之後音訊全無 研判的這個時候 失信被害人已經遇害 8月18號當天下午1點10分 嫌犯獨自開車到銀行提領贖金 心虛逃逸 下午3點鐘 台中市警方在台南玉井山區 找到雙B座車卻不見主賢和肉票身影 但包括後車廂和後座都有大片血跡 警方研判肉票 凶多吉少 警方和家屬急著抓人 更急著找到失信被害人 不過狡猾的謝姓主賢依照計畫 在當天晚上8點鐘持假護照 潛逃到泰國 在案發第七天 被害人遺體被巡獲 發現背部有十多處刀傷 證實這起綁架案 肉票慘遭撕票 綁架 勒鼠 棄屍 潛逃 南北奔波 加上如此複雜的步驟 沒有錢哥的細緣性 一天之內快速完成 簡直像個訓練有素的士兵 透過通年紀錄跟相關調查 警方發現這是一種 極度緘密的殺人計劃 至於最關鍵的勒鼠領錢部分 卻是如此草率 讓警方百思不得其解 為什麼自家雇佣的司機 要這樣殺害老闆 據了解司機現員性 家境並不好 兄弟有殘障 家中的老人還要靠老人年金過活 不過他平時愛賭也欠下賭債 像施加金借錢被罵 可能因此懷恨在心 開始計劃綁架 沒想到他心思緘密 早在今年4月 就策劃整齊綁架案 早上黎埃表哥 用他的身份證 貼上自己的照片 重辦護照 還預先用真假身份 購買不同的機票 做好AB計劃 嫌犯的心思細膩 案發當天就已經 以自己的名字 買了從高雄 往香港的機票 如果綁架案沒有曝光 就會拿著贖金 前往大陸逃亡 不過當嫌犯前往銀行 要匯款時 被行員要求拿出身份證 謝元信立刻驚訣離開 並且執行B計劃 從高雄小港轉了一圈之後 在高鐵站 丟棄所有的身份證件 然後搭高鐵到桃園機場 以表哥身份的假護照 原付泰國逃逸 身穿黃色上衣 綠色短戶的謝元信 神色自若 一派輕鬆的 拿著偽造護照通關 完全不像才剛犯下驚人 綁票勒索案件的主嫌 在這裡 這個吧 這個 擔任負商司機的謝元信 今年39歲 出身屏東鄉下 沒有前科 五年前曾經是名水果批發商 專門進口泰國流連 但生意失敗欠了一百多萬元 透過報紙找工作 才印證上負商的專屬司機 一座就是五年 施加金說實話 對待謝元信不薄 不但讓他住進豪宅 薪水也不差 但因為好賭 經常要借錢周轉 施加金也不囉嗦 警方甚至用慷慨來形容 如果謝元信 真的有百萬債務問題 相信施加金 也會願意伸出援手 因此警方一度懷疑 要錢只是幌子 要命才是目的 錢沒拿到就急著出境 怎麼度過逃亡生活呢 幕後可能還有藏進人 專家分析 熟人犯案最怕留下後患 謝元信一開始就表露身份 完全不假掩飾 已經不單純為了錢 而且三千萬對失信負商來說 只是龐大資產的零投 歹徒應該早就下定決心 綁票後就撕票 連逃亡海外都已經 人命計劃 其他的動機不純粹是為了要拿到這個錢 所以他不怕吐光 18號中午兩名身穿黑衣的共犯 一副輕鬆的走出台南火車站 走在前面雙手交疊還胸 離著拼頭身形較為瘦小年齡 大約30到35歲 特徵是背部有佛像刺青 就連肚子也有七爺八爺圖騰 他就是林志偉 25號已經在屏東落網 而另一名共犯提著袋子 緊跟在後方 警方說右手必有鬼頭刺青 主權限遠信買便當監視器畫面曝光 就在前往肉票公司門口觀察地形之後 隨後買了三個排骨便當 一個給自己 另外兩個給的就是共犯林志偉 還有鄭敬達 你後悔了嗎 沒有拿到錢上殺人 你後悔了嗎 鄭敬達還有林志偉 到底是缺錢挺而走險的綁架共犯 又或者是收了安家費 要命不要錢的殺人小弟呢 你們事前就知道要死傷 你們反處打傷 樓梯樓梯樓梯 兩人不但拒絕夜間的偵訊 向警方坦承一人收30萬的代價 幫忙綁架 但卻不交代綁架的細節 還有藏進人是誰 林志偉被捕之前還向熟人辯稱 失信的大漢和謝元姓被綁之後 曾在車上扭打 自己還勸架 警方依照謝元姓的成長背景 在他的家鄉屏東 很快就打聽到這兩名共犯的身份 林志偉31歲是板模水泥工 鄭敬達26歲在市場搬運蔬菜 兩個人都沒有前科 案發前一個星期 謝元姓特地跑回屏東一間公廟 表明要花錢掳人 理由是討債 這兩個年輕人聽到可以賺30萬 立刻就跟謝元姓北上犯案 結果一毛都沒拿到 但強調殺人部分 他們真的沒有參與 李哲是英國名車 迎娶車隊是白色千萬超跑 這些是失信負傷的收藏 總加破譯 兒子結婚時出動撐場 但負傷遭綁 嫌犯要求低價赎金 最後半腦也沒有拿 難道目標不是為錢 楚賢在行凶時 毫不在乎暴露身份 用真名登記汽車旅館甚至跑到銀行轉帳 讓警方懷疑謝元姓犯案並不是為了錢 而是幕後另有藏進人主使 謝元姓還在案發前幾天 勸屏東的爸媽退休 似乎在暗示些什麼 警方懷疑 主賢行凶刻意高調 稀有可能是受到縮使 主因有可能是世家金 曾經請中部的金主投資 卻慘賠收場 但他自己的事業版圖 卻蒸蒸日上 因此結怨 也可能是曾經經營電玩 及博弈遷讀網站黨人財路 因此遭到對方買兇殺人 加入人真謀殺 而謝元姓潛逃到泰國之後 把手機換上當地電信公司的SIM卡之後 但不到半天就失聯 警方擔心 謝元姓可能一下飛機 就被人接走 隨其滅口 此時法醫相驗 石家金身中28刀 家屬不是不願附屬金 歹徒卻先殘忍殺人就跑 連手上價值90萬的限量名表 都沒拿 種種不合理的手法 讓陰謀論的揣測 甚小成傷 主賢謝元姓還沒被害的 失信負傷 其實兩個人認識 已經超過15年 最初謝元姓是 失信負傷的親信兼打手 專門負責負傷的身家安全 不過中間一度離職 轉做投資 但是過程並不順利 投資失敗之後 當時謝元姓還曾寫下座右鳴 內容提到 有人賺錢是靠努力 有人賺錢是靠面子 而人不管怎麼樣 一定要有錢 只要有了錢 什麼都能做 四年前謝元姓又成為 老東家的身邊 而且失信負傷 待他不薄 每個月給謝元姓 20萬的薪水 多年之後 兩人再度成為主顧關係 最後卻養虎為患 道上兄弟有這麼一說 謝元姓勒贖 應該是幕後主謀的煙霧彈 把錢看得很重的謝元姓 剛好想趁這次機會 贖金和殺手作案費 兩邊一塊拿 我小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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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姓鋪上遺體 終於回到台中家屬心碎哭喊 一年多沒見的哥哥 即使自己身體很不好 也要趕來看看弟弟 我小弟 我小弟 還說想不通 想不通 怎麼會可能 他會這個樣子 兇殘的來對付 他們自己的老闆 這麼好 吃完肉 很辛苦 很辛苦 對 我們一個老婆在那裡 他經常 經常工作人家 沒什麼保護器 我小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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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家人民脈濃濃的 哀傷氣氛 尤其是失信負傷的兩個兒子 從認識到招呼 再把遺體送回台中 一路忍著悲痛 處理爸爸的後事 外表看似鎮定 但其實 他們對治安已經徹底失望 打算得到父親的後事 告一段落 要全家移民美國 謝雲信潛逃16天後 台灣警方接獲通知 他在泰緬邊境遭到泰國警方逮捕 發現他在逃亡期間 不改好賭本性 留人在各個賭場 甚至還搭乘飯店專車 到遼國金三角經濟特區 大碗百家樂跟吃餃子老虎 賭博還兼看妹 怎麼可以如此悠哉 涉嫌綁架私票電玩富商 施加金的主嫌謝雲信 清晨在泰緬邊境一處賭場 被警方逮捕 當時他身上穿著白色Polo衫 紅色短褲 神情看起來相當的輕鬆 邊境檢查上人員 發現他和通緝中的 鞋犯照片類似 攔下傾牆之後 證實就是犯下 綁架私票案的謝雲信 於是將他當場逮捕 有高人止點嗎 沒有怕要被家屬說 你有什麼要跟你老闆家 家裡說過 一犯下這個案子 深感後悔 並表示有已死謝罪 這部分在偵查中 逃亡十六天 謝雲信終於在泰國邊境被帶 在押回台灣後 就在借戶下被送往台中偵辦 在偵訊時神情正常 更表示自己單純就只是想要錢 才會綁票 更共稱因為施加金 被關在後車廂時 不斷地用腳亂踢發出聲音 為了制止他才會動手傷人 卻因此錯殺被害者 就是他要這個錢 他也表示他犯了錯 他希望法院判他死刑 為什麼要逃到泰國 你為什麼要撕票 是不是有人拒絕你 前半謝雲信戴上手銬 一機叫撩 面對媒體不斷的質問 是完全普發抑語 他一臉無所謂不在乎的模樣 冷眼對著鏡頭 接著就被帶進偵察隊 謝雲信落網可以聽到 他一再地展現忏悔的誠意 對於諸多疑點跟不合理的地方 卻不願多做說明 只強調為了還債80萬 殺人是不小心 對家屬很抱歉 然後被警方帶去模擬時 四處搜索也找不到關鍵兇刀 只是沒有更多的買凶證據 檢方也只能依照模擬結果 依法起訴 趨光向親友致意 家屬哀其肅目 台中失信負傷 遭到自己的司機撕票 事隔半個多月 家屬舉辦公祭 曾經是跆拳道委員會 理事長的他 曾經帶出國的小選手們 今天也來致意 但對於三名可惡的嫌犯 家屬還想問有沒有藏進人 真相又是什麼 他怎麼會跟著老闆 然後做出這一種 這個人神共憤的事情 用手就抓到了 這是很不應該 生前就喜歡跑車的富商 共濟這一天 好友許安靜特別安排了 汗馬車及12輛的吉普車 送他最後一程 對於綁票案 家屬已經不想再提 憲員姓這個人 今年8月的台中市富商 撕票案檢方29號偵查終結 將祖賢憲員姓起訴及訴訟內容 清楚寫到 39歲祖賢憲員姓 早在4月的時候 就到香港開設5個帳戶 設定網路交易的功能 當作日後贖款轉帳的最終帳戶 原來早有計劃進行 魯文勒淑滅口撕票案 後來得知 施加金8月11號出國 認為時機已經成熟 就向黃信表哥借身份證及護照 預諾給共犯新台幣15萬元 現在經過檢察官仔細調查 認為憲員姓犯後 竟然積極滅政逃亡毫無悔意 在取得贖金之後 動手殺人棄施荒野 根本是泯滅人性 依魯仁勒淑故意殺人 加重強盜違反護照條例等罪起訴 一審謝雲信依據魯仁勒俗及殺人罪 判處無期徒刑恥多公權終身 公犯林志為鄭敬達及介紹人陳冠勝 非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判處有期徒刑 三到四年三個月不等 上訴到最高法院後 法官認為謝雲信在自白書中表示 對被害者家屬造成無法補償的傷害 深深的對不起 最不能釋懷的是把人放在草叢 任其腐爛請求儘速判處死刑 還給家屬一個公道 法官認定謝雲信不是全然泯滅人性 2016年7月27日最高法院宣判 維持無期徒刑三審定言 電玩大橫石家金號稱中台灣最大六合彩組頭 身價數百億 但趴在沙發上和女兒甜蜜玩耍 就跟一般的父親沒兩樣 尤其是跟二房所生的女兒 石家金更是疼愛有加 抱著剛出生的孩子鬥弄輕聲呼喚 慈父模樣顯露無疑 但隨著石家金被私票離世 二房這段呼外情浮上檯面 2019年突然有媒體報導 死去的石家金在外頭有私生女 跟大老婆爭遺產槓上法院 甚至用DNA比對 證明了婦女關係 但大老婆聲稱 石家金生前跟她借了一億元周轉 沒還錢就慘遭殺害 六房控訴 這是刻意減少遺產的惡劣手段 石家金生前和張建大坊生下兩男一女 私底下和林建二坊生了小女兒 對她疼愛有加 還留下四千萬遺產給她 大坊主張石家金生前欠她一億元 必須從遺產扣除 小女兒瞬間只剩下兩千萬 她為了要阻止這個小女兒 來多分這些財產的部分 在她提出遺產分割輸送之後 她才說啊 我當時有借了我先生師董一億元 日房裡小姐還指控大坊偷偷移走林位 小孩不知道要上哪找爸爸上香 因為石家金離世兩個女人間的戰爭掀起破爛 目前官司都在審理階段 但最無辜的莫過於小女童爸爸沒了 還無端捲入上一輩的糾紛 最後法院認定 石家金的確有借出一億元依法 得繼承這筆債務 結束了遺產分割的爭議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您認為西元信仿佛暗表操科的手法 幕後到底有沒有藏進人呢 歡迎小朋友小伙伴在底下留言跟我討論 我是老Z 我們下集見 隔壁 chime 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